血癌媽咪餵子拼活 或者是我的結果 我的結果可能就會像媽媽這樣子 可能就會離開小孩 對 我媽媽是在懷我的過程當中 她自己就是異常出血 然後才檢查出來她是血癌 陳亞軍是血癌患者 她的媽媽在懷她的時候 也發現得到了血癌 一年後就過世了 因此當被醫師告知病情時 她跟老公抱頭痛哭 她想到媽媽的不幸 但她心想自己不能被嚇死 也不能沒有挑戰就失敗 因此在哭過之後就積極面對 每次住院期間 她都高高興興 完全不想治療時的不舒服 直到有一天 他們開心聊天看電視 卻被隔壁床的家屬提醒 你們好像不是在住院耶 這一講讓陳亞軍跌到地獄裡 加上藥物的副作用 滿腦子的不快樂 她在病房裡哭著跟醫師說 太痛苦了 我不想治療 醫師說 老天還沒有要收你 我不會放棄 一位精神科醫師也跟他說 我的精神科醫師告訴我 他說如果你媽媽在的話 你希望你媽媽告訴你什麼 我們希望說 我媽媽告訴我 孩子你要勇敢 然後媽媽愛你 所以我想到我媽媽如果在的話 她一定是這樣跟我講 所以我希望我表現出來的 我是希望我自己可以勇敢堅強 而且我知道我自己內心根本不想放棄 為了小孩我根本不想放棄 媽媽始終還是愛孩子的 曾經有一段時間 因治療的副作用 她的主眼只剩下0.02 孩子就成了她的眼 從此以後 她就把生病的事慢慢地告訴孩子 媽媽變成猩猩的話 我會在天上看著你們 對不對 不知道哪一個 不知道哪一個 可是我知道你們在哪裡 32歲離癌後 經過了六年 親子關係越來越輕 媽媽有空就陪著孩子畫畫上課 我愛你 要看著我 我愛你 妹妹要不要親一個 平凡就是幸福 一 jet 隨便 雨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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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